大批警力一早直冲冰儀館 警力部署阵仗浩大 因为四海帮父帮主的母亲 尚无举行攻击 攻击会场庄严浩大 北中南兄弟统统都来送 往生者最后一程 游览车一辆一辆来 下车的黑衣人超过上千人 警方不敢大意派出270名警力 拿着长枪鹤枪实弹维护秩序 要黑衣人拉下口罩 派出女警一个一个扫脸辨识 气氛一度紧张 身份没问题的伸出手背盖个小张 才能进场调念 黑衣人人海茫茫中 警方还是查出两名通气犯 一名是洗钱遭到通气 另外一名过失伤害逃逸 没想到这次参加攻击 被警方打个阵着当场上铐 另外还有16名未成年 通知家长领回家 查后到通气犯2名 依规定再还手侦犯 另外现场发现有未成年16名 四海帮父帮主母亲告别是 黑白两道绷紧神经 警方真枪实弹 双眼盯紧紧 就怕擦枪走火 让公祭变火拼 记得猜中请黄世云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